遭男友施暴出面开记者会后 相隔四天 高嘉瑜回到台大校园和学弟妹座谈 拿下口罩气色恢复不少 脸上的瘀伤也淡了许多 不过手上依然看得出结痂的伤口 而明明要聊公投绑大选 但字字句句怎么都和自己的遭遇有关 你要去骗人 时间一到总是这个就会东窗事发 很多都需要时间去考验啦好不好 我真的讲了好像大家真的 了解啦 情味之音太过明显 自己都忍不住笑场 但听来却像在强颜欢笑 用感情去蒙蔽了我们的理智跟思考 不能有太多的感性 要多一点理性 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同学 都不要像我一样好不好 期待大家幸福快乐 用自嘲来勉励学弟妹 高嘉瑜甚至被迫签下自白书 决定再对林秉书提告强制罪 在司法侦查中 那有关案提的部分 我们都会请律师来跟大家说明 更爆出国策顾问詹红志 帮林秉书施压媒体 我就跟他说 有一个这么焦虑的一个年轻人 也许那个记者应该想办法 多听民方的说法 没有愉悦分寸 张红志第一时间否认 表示对林秉书个人生活一无所知 但隔天出席活动 坦承有传讯息给周刊记者 到了深夜再发2000字声明 的确有传讯息给静周刊社长陪伟 但依旧不认有错 还要外界猎物到此为止 说法一变再变 但两人真的不熟吗 饭局照和对话截图陆续曝光 张红志送饼给林秉书 林秉书还回谢谢大哥 这是最棒的礼物 身为国策顾问 总统府第一时间发声明 竟还护航到底 表示包括詹董事长在内 有许多人遭到嫌犯蒙骗 但眼看挨不住压力 不一会儿张红志就发声明 决定正式辞去国策顾问一职 总统府随后也表达尊重 事报案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究竟还有多少黑幕 将随着时间一一被揭开 记者张正明天配记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